Lemarmy 神鬼傳奇 Lemarmy 神鬼傳奇 由Alice Kurzman 指導 我不太懂片商為什麼要用一模一樣的片名 來命名這個重開機的電影 這樣子讓人蠻錯亂的 主要的卡司有 一開始有聽說這部電影的口碑不是很優 但我在欣賞這部電影前十五分鐘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相當不錯的 還蠻抓得住的 時告預告片中那一場飛機墜落的戲之後 然後整部電影就跟著 墜落 先講優點好了 阿湯哥 Tom Cruise 還是相當賣力的表演 幾場危險的動作戲 看得出來都還是親身上陣的拍攝 電影的節奏處理得不錯 幽默跟笑點都恰到好處 緊張和刺激感都有成功 不過第一個問題就在風格上 導演想要呈現一種卡曼式的節奏 一個梗接著一個梗 一個場面接著一個場面 我們就這樣子被劇情給拖著走 人物之間的關係都是用台詞告訴我們的 而不是用建立起來的 然後這個故事不知道到底在搞什麼 當一部電影的海報上面有阿湯哥的頭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知道他的演什麼 這個故事有很多精彩刺激的場面 可是從來沒有一秒鐘讓人清楚知道這些人要幹什麼 你想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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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sel Pro的角色還蠻有趣的 他還算成功 這個角色有意思的地方是 他有一個秘密在他的身上 而這個秘密似乎又要帶出這部電影所要講述的主題 當然這個角色會跟接下來所謂的暗黑宇宙是有相當大的關聯性的 應該會是這個電影宇宙中把所有的電影串起來的一個角色 其他的角色就會有 等一下你知道你要幹嘛嗎 等一下你確定你要這樣做嗎 等一下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阿 這裡很危險阿 全部的角色都被需要發生的劇情給拖著走 而這些角色性格的刻畫完全被犧牲了 尤其是反派 這部電影最大的賣點之一就是有一個女的木乃伊 有近年很火紅的刀鋒女Sophia Potila所飾演的這個女木乃伊 有一個悲慘的過去 可是除了她一開始失去繼承權的那一段故事之外 我其他地方完全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尤其不懂她一直想要完成的那件事情是為了什麼 電影中說她有一個計畫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問她 你真的確定想過這個計畫可行嗎 所以最後結局那個下場有種活該的感覺 由Jack Johnson飾演Tom Cruise的這個好朋友 她的笑臉有點白目 是會讓人翻白眼的那一種 但我覺得還可以 對我來說還算有趣 女主角最大作用就是跟著Tom Cruise一起跑步 她好像就是這個導致一切事件發生的核心 但是在劇本上面完全沒有發揮 變成一個對劇情一點幫助沒有沒有的角色 只是一個男主角所需要觸發關鍵劇情的道具一樣 而Tom Cruise的角色在本片當中 是唯一擁有一個成長曲線的角色 但是這個人的成長 對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也是蠻厲害的 最大的問題就在劇本上面 這部電影掛名編劇的有六個之多 呈現出來的就是沒有一個整體的主要價值觀的故事 而這些角色也沒有讓我們對他產生感情的時間 任何所談到的主題或者是主旨都非常的零碎 我好像還是在看預告片一樣 整部電影看起來的感覺又有點像是電動玩具一樣 一關接著一關的闖關遊戲 但這不是一部大爛片 只是很中庸而已 所有精彩的片段也都幾乎在其他的電影裡面看過類似的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一波無腦爽騙 陪你度過一個輕鬆愉快的下午的話 這部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現在觀眾的水準越來越高 越來越有鑑賞能力 可能就不會喜歡這種沒有什麼營養的素食了 神給傳奇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只有我對於阿湯哥抓著鐵籃桿 在那個鐵閘門的那個畫面感到特別的熟悉感啊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按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並且你可以告訴我你認同我的想法嗎 這部電影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掰掰 在小鈴鐺 suscept們看的呢 超級滑開啟動的